观望客到士林夜市逛街走累了想要放松一下 按摩店的业者黄老板就是看准这股伤筋 12年前开业主打24小时营业 店里随时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按摩师傅 以老练的经验化解客人的疲惫 老师傅用几十年功夫顺着脚底脚背按摩 熟悉神经脉络 手镜拿捏的恰到好处 还不时抬头贴心观察客人反应调整力道 按摩完还盖上毛巾热肤 因为白天去逛风景区 晚上还一定会来逛夜市 要吃东西吃一些小吃 但是来了以后逛的夜市又脚会痠 因为走了一整天的路 要想睡觉 顺便要做个按摩 又可以消除力量 黄老板开按摩店将近12年 在士林最热闹商圈 竹起放松的小小天地 主攻观光人潮 让来这里逛街的民众也能放松心情 但为了服务外国观光客 这里的师傅可是经过精心挑选 我们师傅差不多平均有四位都有一位会讲 师傅要进来做按摩这个行业 我们必须要考试 看他是不是有专业 他机遇好不好 即使邮电双掌 老板还是坚持24小时营业 让顾客随时随地放松身心 这里没有吵杂声 就有一群半夜默默按摩的师傅 每一双手都像是魔术般 化解酸痛 带走疲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好大 好大